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 Petron NAS Pre-MAX 95 富含 Pro-Drive 以前我每次坐 Beza 去机场 这个椅背都是直到我怀疑人生 若我不要玩 整台车就是一台 Sport Car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 Beza 和 ASEA 的车主 都会很喜欢去丢着人 今天这台试驾车款你可能没有开过 可是如果你有叫过 Grab 的话 你很大可能会做过它 它就是 Perrodoa Beza 那 Perrodoa 在不久前就为 Beza 推出了小改款车型 究竟这个小改款的 Beza 有什么 Beza 我们现在就来探个酒精 小改款的 Beza 在外形上的改变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 其中原厂就将它的整个前点造型重新设计过 我个人很喜欢它的这个头灯组 它的设计非常锐利 而且它有 LED 的配置 而且还是全系标配 非常的有诚意 那除此之外 保鲜杆的部分呢 它导入了大量的这个硬线条设计 这让我想起了 Toyota 最新的 Keen Look 家族式设计风格 整体看起来很有侵略性之余 整个车头很运动化的感觉 我觉得这台车如果稍微降低那个车身 再换一个15寸的 Sport Rim 如果我不要玩 整台车就是一台 Sport Car 小改款的 Beza 在车测方面其实改变并不大 那我们见到的这台是 1.3 的 X 版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侧群的设计 以及采用一个15寸的双色轮圈 搭配 175 60 的 Handcook Kinnon-G EX 节能胎 那来到车尾部分 其实车尾的部分呢这个小改款车型改变也是蛮大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车牌四条就换成了一个镀铬加上钢琴黑的双色设计 尾灯组应该维持之前的造型 但是下方的改变 哇 Bro 不一样哦 原厂将前方那个极具侵略性的设计风格 带到了后尾的这个保险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险杆的两侧是有一个非常大型的 导流式的设计啦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设计有点太过夸张了 而且太过大片 和下方的那个淡薄的轮胎整体的那个比例感有点不协调 但是这个大型的导流式设计我就必须给云团个赞了 因为设计团队直接在中间预留了一个位置 要装什么大家应该知道吧 然后旁边的那个排气围观也是留了一个孔 我跟你讲 装紫色的头就对了啦 Beza 的尾箱有这个电磁阀的设计 所以你只需要亲戚一按 就可以轻松打开整个尾箱门了 它的尾箱容量达到了508公升 这个容量啊 在A-SAML 里面绝对是冠军 然后我们这样子看目测啊 随随便便都可以塞下3-4个大型的行李箱 现在你终于知道为什么Grab Driver 喜欢选自台车了吧 玩玩啊你以为 那Beza 的后座座椅因为可以进行6-4分里的行李箱 所以你要在更大型的物件机器基本上也不是问题啦 那这个小刚款车型这回还加了这个 这个网状屋我不懂叫什么啦 它其实是你在大型的物件的时候你可以罩着它 就整体的实际性更加提升了一点 那Beza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这个后背胎 它采用的是一个175 65 14的full size spare tire 并不是机工胎 在安全性上呢是比较有包装的 小刚款的Beza 依旧维持之前的动力配置 所以这一台1.3X 它搭载的是同一具代号为 ENRVE 的 1.3L Dual VBTI 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引擎可产生 94 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为 121 Nm 并搭配四速的自排变速箱 原厂宣称在怠速吸火系统的加持下 这一个动力组合它的官方油耗表现为 22km per liter 在内装部分小刚款的Beza 也是有稍微的更新 像是中间这个饰板呢 这回就导入了这个银色四条的设计 搭配这个黑色的饰板 视觉上的质感看起来是更加的好啦 但是摸起来的话 塑胶感还是稍微重了一点 那除此之外 小刚款Beza 的这个仪表盘也是进行的重新设计 采用一个白底灯的设计 看起来更加的高级 然后 这个X 车型呢 它的这个仓机是支援蓝牙功能的 这一点我必须给 Prodo 一个赞 因为多了蓝牙 就表示你可以用这个 Hands-Free 的功能 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是 这个小刚款X 版本 它的这个座椅材质 坐起来 摸起来 感觉比较柔软 比较舒服了一点 至于在配备部分 小刚款的 1.3X 车型 这回新增了 VSC 设设稳稳定控制系统 那其余配备像是 前后的 Parking Sensor Killer System 以及 Push Start 这个引擎启动键呢 都是入列的 但是这一个 1.3X 它并没有电动折叠的后视镜 以及 ASA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Bezar 的后座一向来空间感十足 坐在后面你会有一种很宽阔的感觉 那在空间表现部分呢 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的身高是 168 腿部有两个拳头多的距离 然后头部有一个拳头多的距离 这样的表现完全是合格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它也是有这个 Data Rate Hold 以及这个包包的卡扣 还有后座的座椅呢 是有两个 ISOFIX 的儿童安全座椅 一扣的 基本上可以满足一般小家庭的需求 但是这回小改款的 Bezar 有一个惊喜 那就是这个椅背了 以前我每次坐 Bezar 去机场 这个椅背啊 都是直到我怀疑人生 这一回原厂将这个椅背 这个部分呢 进行了一点点的消薄 也让它的倾斜角度 从原本的 23 度 增加到 27 度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改变哦 我现在坐在这个后座 哇 整个感觉是舒服很多 而且因为它有这个可调式的头枕 所以它能够很好的支撑到我的颈部和肩部 就算你遇到撞车的话 也是能够保护到你的颈部 哇 这个感觉真的很不错耶 如果说满分是 5 分 以前的 Bezar 这个后座舒适度啊 我可能给一个 1 分半或者 2 分 现在这个 Bezar 3 分 所以我们现在就讲一讲小改款 Prodra Bezar 的优点 同级里面只有它有的 LED 头灯 而且是低灯高灯都是 LED 有白灯就是帅 自动升降的电动车窗 超级的方便 无钥匙进入系统 而且 它还有引擎启动键 整辆车备有很多设计贴心的植物空间 中供台的编排还有按键设计 全部都很符合人体工学 驾驶的时候很救手 超级无敌大的尾箱空间 那小改款 Bezar 的缺点又有什么呢 驾驶座的座椅虽然可以调整高度 但是调整到最低的这个角度啊 桌子还是有点太高 这个方向盘不能调整 就连上下都不行 全车只有两个 USB 插槽 座椅的设计似乎有点小张 如果你的身形比较高大一点的话 支撑性可能会比较不足 在这之前我曾经有小开过改款前的 Bezar 那个时候我就对这台车的印象是 哇 怎么这台车的动力 好像死气沉沉这样的感觉 然后它的一个方向盘也是没有什么手感 整个感觉就让我觉得 这台车好像没有力这样啦 但是这一回开这个小改款的 Bezar 我却有点惊喜哦 因为我不知道原厂是不是有对这个动力组合进行再调教还是什么的 但是这台小改款的 Bezar 在起步方面是非常的轻快的 有一种和我之前开的那个 1.0 的 Axia 相似的感觉 只要稍微踩油门它就串出去的那种感觉 这样的一个特性啊就很适合四驱驾驶 因为你在那种走走停停的路况的时候 这样一个轻快的 Pick Up 啊 会让你觉得这台车很有力 然后有一种随传随到的感觉啦 加上这一个四速自拍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 Perora 已经是到了一个神级的调教 它的逻辑非常的好 只要你稍微深踩油门 它就会马上降胆给你更多的动力 这个感觉和我之前开的 Axia 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这个 Bezar 呢 它搭载的这一具 1.3L 引擎是四缸引擎 相比 Axia 身上那一具 1.0L 的三缸啊 整个 Refinement 就好很多了 因为它的那个抖动减少了很多 加上这一具引擎它的运转很细腻 而且又很宁静的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开着这台车 哇 这台车好像隔音很好的感觉 尤其是在市区开的时候 你开不快的时候 基本上你是不会听到什么噪音的 因为这具引擎真的是很宁静 这一点我就觉得它是比同机对手好很多的 虽然说它比 Axia 多了一个屁股 但是我觉得它的整个体态啊 还有它的动态表现 其实并没有因为多了这个屁股而有所影响 还是和 Axia 一样 因为它的这个车重只有900多公斤 加上它的整个体积很娇小 所以平常这样驾驶的话 你会觉得这台车很得心应手的感觉 像我之前讲的啦 就是很容易下来下去的感觉 再加上它刻意调教到很轻快的这个动力感觉 会让你紧不住在市区开的时候 会想要开快一点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 Bezza 和 Axia 的车主啊 都会很喜欢去丢着人 原来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一个 因为它这样的一个性格 真的是会让你 不自觉的想要去 稍微开的激烈一点 当然我说到这样啊 好像说到这台车是性能车这样 其实也不然啊 因为它 会让你感觉到稍微比较热血的 也就只有在头段 而你开不快的情况下 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只不过说如果你是上高速 又或者是你上斜坡的时候 可能某些方面 在某些情况下 它可能就会让你觉得有点吃力了 还有就是我相信在载满人的情况下 它也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轻快的一个 动力特性呢 也一方面可能是要确保 在载满人的情况下 它还能够给你一个 随传随到的一个加速感动了 你并不会有太多激情的感觉 也当然啦 因为其实Bezza 它的定位就是一台 可以符合一般人日常驾驶需求 然后在同时呢 又可以给一些小家庭 更多的空间的一台 比较实际的一台车 我觉得这一点呢 Peroda 就做得很好 因为它明显知道 会看上这台车的 这个潜在买家 他们要的是什么 所以它并不会刻意去很追求 什么驾驶表现啊 底盘表现啊 这些很技术性的东西 但是它带给你也是一个 很出色的空间表现 以超大的这个尾箱容量 加上它一直在主打的这个油耗表现 也是做得很好 我这几天开着这台Bezza 随便随便开我都可以拿到一个15公里 Bezza 的一个表现 以一个三项轿车来说 是非常的出色的 加上在配备部分 Peroda 完全是很了解 我国消费者所要的是什么 所以它就导入了像是 Keyless Entry 啦 Push Start Button 啦 然后这一回这小贩口贝za 竟然还有LED头灯 完全是抓准了大部分消费者的这个胃口 加上又容易养 保养方面呢 也是很便宜的优点 也不会给你太多的问题 这方面是很省心的 Peroda 的售后服务是数一数二的好 大家也知道 这一些全部加起来呢 也正是我国大部分消费者所需要的东西 一个好的汽车品牌啊 不只是要懂得制造出一台好车 它还要懂得兼顾其他方面的需求 像是我刚才有说的售后服务 以及你的车子的整体耐用程度 以及品质方面 这一点我觉得Peroda 是做得很好的 也难怪 Beza 在 也不奇怪 Beza 在我国的销浪能够这么好 原因不外乎就是因为它的 卖点正好切中了 我国汽车市场大部分消费者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究竟Peroda Beza 是不是一台好车 其实对我而言它并不算是一台好车 但我觉得它是一台 适合大部分人的一个代步工具 而这一点其实也正是Peroda 所追求的 它们并没有想要打造出什么很出色的 性能轿车 它们只是想要打造一台能够符合大部分 人民需求的一台国民轿车 我觉得 Beza 它完全是有做到的 究竟 Beza 是不适合你 这一个和我之前所说的一样 就是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你今天买车的需求是什么 假如你只是要寻找一台简单的交通工具 那 Beza 完全是可以符合你的需求 可是你买了这台车 你的驾驶路线会比较具有挑战性 又或者是你很常开长途的话 那可能 Beza 就不太适合你了 还是那一句啦 没有最好的车 只有最适合你的车 今天这个试驾就到这里结束 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分享一下 你们对小白款 Beza 的看法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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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